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老杨的节目 老人们常常教导年轻人要学会闷声发大财,在外不撸财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麻烦事,并且让自己的钱越花越有 虽然这话经常被用来教育年轻人,但同样适用于老人们 因为年龄越大,越应该保持谨慎 不将自己手中的钱全都抖露出来 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对自己的子女,都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保密 周大妈现年66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五年前,她的丈夫在去世前给了她一笔超过80万的存款 并嘱咐她不能让子女知道这笔钱的存在 身体不好时,也不要去子女家里住 而是用这笔钱来请保姆,这样就能安度晚年了 一开始,周大妈很轻松丈夫的话 但后来因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嘴,把存款的事情透露给了子女 结果惹来了一堆麻烦,让她晚年没有了安宁,深感后悔 因此,保持谨慎和保密非常重要 周大妈的自述 我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女人 42年前,由于家里缺量,我的母亲找了村里的媒婆 收了几百块钱的彩礼,把我嫁给了城市里的丈夫 当时,丈夫的家庭条件还不错 她的父母都有工作,她比我大四岁,在一家单位上班 我一开始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优秀的男人会娶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女人 后来,我和丈夫相处了一段时间 才发现他们一家人都是有目的的 我的丈夫其实已经离过一次婚 头一次娶的是城市里的女人 婚后两年没有孩子 对方还特别懒惰,什么都不干 导致夫妻关系不好,婆媳矛盾严重 最终这段婚姻已离婚告终 后来,丈夫也找过两三个女人 但她发现大多数城市里的女人都不愿意过吃苦耐劳的女主内的生活 那时候,要找这样一个妻子,还得是从农村找 因为我们农村人从小不分男女 男孩女孩都要自力更生,掌握家务和农事技能 而丈夫周围的许多同事都娶了农村的妻子 他们的生活很幸福,孩子生得多 戴得好,和公婆相处也很好 因此,我的丈夫也跟着这股潮流去农村找妻子 知道丈夫娶我这个农村女人的原因后 我心里一开始是有点沮丧的 感觉自己像是被卖出去的货物 而丈夫则是把我当成奴隶一样买回来 但是,婆家人都是有文化水平的人 虽然有着城市人的一些傲气 但对我这个农村媳妇还是非常友好 尤其是我不久就怀孕了 并且第一胎就生了一个大党孙子 我的地位瞬间飙升 从那一刻开始,我备受宠爱 婆家人不再有任何嫌弃 与我原生家庭相比 我在婆家这里才真正开始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我有了儿子和女儿 丈夫爱我,公婆也宠我 公婆退休后,还安排我在街道办上班 做了一个闲职 挣的钱不用上交,自己可以花 生活非常自在 公婆宠我,我也用心孝敬她们 在她们晚年之际,全心全意地在床前伺候她们 我的婆婆晚年瘫痪在床 丈夫和肘里都没有操心 都是我日以继夜底端吃端尿 直到她去世 丈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我对公婆越好,她也对我越亲 即使年过花甲 她还是时时刻刻对我恩爱有加 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五年前,丈夫患病卧床不起 我一个人照料她 尽管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她 她的病情还是愈发严重 最终走了 在临终前,她交代了很多事情 我感到很感动的是 她偷偷把攒下来的八十多万存款 全部给了我 并嘱咐我说 老伴,这笔钱千万不能透露给别人知道 就算是儿女也不能全说出去 你一辈子辛苦了 我走了 你就要好好享受生活 过几年你老了 就不要跟着儿女养老了 用这笔钱找个保姆 好好在家里养老 丈夫真的很爱我 我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钱 除了向她要钱 她临终前仍然变念着我 嫁给了这样的人 我感到很幸运 丈夫去世后 我一个人生活得还算不错 每个月有三千多的退休金 再加上丈夫留下来的八十多万存款 让我对晚年没有太多的负担 我可以随心所欲 抵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打牌 旅行 看书 健身 几乎每天都有自己的节目 然而我的生活方式 却遭到了一些亲戚和朋友的批评和嫉妒 有些人认为 我挥霍五度 浪费退休金 尤其是婆家的轴厉和娘家的亲戚 经常嘲笑我这种生活 觉得我太过放松自己 不该这么奢侈 而我的儿女也不断劝我安分且 希望我能搬到他们家里去 帮他们做饭带孙子 我拒绝了儿女们的提议 因为我终于可以好好的放松和享受生活了 就像我丈夫曾经告诉过我的 我已经解脱了 我要过好余生 我就告诉儿女们 现在我每月有三千多元的退休金 足够让我一事无忧 而且你们父亲留给我的八十多万 也足够我度过余生了 说这话时 我完全忘记了丈夫当初交代给我的事情 他叮嘱过我 这笔钱不能完全透露给儿女指导 不过儿女们一开始并不相信 因为在他们成家立业的时候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钱 我可能是过于激动了 为了让他们相信我 直接拿出存折给他们看 当时儿女们看到我有这么多钱 眼睛都发亮了 儿子更是赞扬我们懂得储蓄 我也感到很自豪 好像一旦说出来 就感到浑身都轻松自在了 然而 从那时起 我有点得意忘形 好像自己很有钱似的 越来越不在意管住自己的钱了 儿女们也知道我有钱 陆续向我伸出要钱的双手 儿子最先提出需要钱 因为当年我们曾为他们小夫妻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现在他们有了二胎 需要更大的房子 所以儿子向我请求赞助三十万首付款 他说了很多关于孙子和未来的话 让我高兴地给了他三十万 女儿知道后也跟着要 要拿十多万换车 之后 兄妹俩陆续要走我积蓄的大部分 每次要钱都是给我灌酒 我这人 一醉就会同意 但每次酒醒后 又会后悔 觉得钱花得太快了 我想停止给子女钱 但他们非常会讨好我 甚至让孙子们跟我要 他们知道我最疼爱晚飞 每次被孙子们这么一求 我就什么都答应了 不到三年时间 子女就向我要走了五十多万 剩下三十多万 我本不想再给他们 可是他们已经养成了啃老的习惯 又知道我还有这么多钱 所以一到需要用大笔钱时 他们就会继续向我要 虽然那段时间里 我享受到了不一般的孝顺 让我感觉很是幸福 但这种幸福都是过眼于年 当我钱花得没多少时 儿子女儿就开始变得冷淡 好像我已经没有了 利用价值一样 去年 当我的存款只剩下几万元时 我坚决地拒绝了 子女的啃老请求 可不幸的是 年底我住院做手术 所剩无几的存款也被花光了 出院后 我意识到自己的财务状况 十分困难 只能依赖子女 于是我跟子女商量 希望能去他们家里住 但是他们却拒绝了我 儿子说 他的孩子比较调皮 他会伤害到我 他也认为他家的环境不适合我 而且看病也不方便 女儿也差不多 说是有时候他的亲戚会来住 我来的话就不方便了 虽然儿女提出了很多借口 但我并不幸福 他们似乎只怕我会成为他们的负担 于是都主张我独自在家养老 然而 我已经需要别人的照顾了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请个保姆来照顾我 但是 儿子女儿都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建议我去养老院 儿子为我算了一下 去郊区的一家养老院 像我这样的 一个月需要四千五百元 我的退休金每个月只有三千七百元 所以需要他们兄妹出八百元 儿子表示他们会各出六百元 总共一千二百元 多出的四百元可以作为我的零花钱 这样的安排听起来很合理 但我并不同意 几年前 我去看望一位老同事 就去过那家养老院 虽然他自称是一家养老院 但我印象中更像一个拖老院 或是老弱病残集中营 那里的环境很差 氛围压抑 物理服务也很一般 比不上请个保姆过的自在 更重要的是 我那位老同事住了四年多 最终去世了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我认为 住在那样的压抑环境中 人们可能会提前离开 我想让我的子女请保姆照顾我 但他们却不同意 甚至还放话 我再闹 养老院他们都不给我去 看到儿女这么无情的表情 再摸摸自己的钱包 我深深感到 当初丈夫临终时 对我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如果当时我听从了丈夫的嘱咐 没有让孩子们知道我的存款 我现在就不会这么无助了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说出这些话 只是希望大家可以以我为戒 保护好手中的存款 才能掌握自己的万年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